今天是我与瑞王大婚 只有让王爷附上真心一文 我才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 婚礼还未开始 不如其来的刺客 打乱了一切 不过没关系 我的夫妻 是静药国最尊贵的战神 我 我愉快 我愉快 大家都有一点 我愉快 我也愉快 我愉快 等我还有什么 我有一个女人 我愉快 我愉快 感觉 我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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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又渴 许总是怎么教我们的 我们要做一些新颖的 劲爆的动漫题材 你画的什么呀 穿越虐恋 这都什么年代了 会有人看吗 今天下班之前 必须把全部修改好的稿子 发给我 娜娜 你过来一下 好的 许总 许总说了 如果改不好 这工作 就别想要了 许总 要新颖劲爆是吧 行 阻拟 静耀国已故丞相之女身上出现奇怪血条 必须得到许泽宇之吻才可活命 静耀国最尊贵的战神王爷许泽宇 在出身变化我的女女症 接触女人便吐醒和昏迷不醒 不能爱上任何的女 分不放逼而亡 全 举 终 既然你不爱惜自己的作品 那我就拉你入局 入局 不会是让我穿越进去吧 新娘的 不要乱动 坏了 我不是新娘 你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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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快 留火口 留火口 奇怪 我碰到她的身体 居然无事 说出幕后主使 本王保你不死 过来啊 我告诉你 西戎永恒 竟要毙王 西戎永恒 竟要毙 王爷 王爷 你这病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等该出现的人出现 此人也就不用再装了 属下明白 那个白姑娘怎么样了 白姑娘身体已无大碍 不过 有件事情很奇象 王爷您与白姑娘接触 好像并未发给你 这是哪里啊 我不会还在做梦吧 白姑娘 系统任务即将开启 时间限制到女主二十岁生日前 你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任务 否则不仅回不到现实 而且会在两个世界都彻底消失 任务 什么任务啊 小姐 你醒了 小姐 小姐你终于醒了 你谁啊 我 绿罗啊 我是您的陪嫁丫鬟 绿罗啊 昨天咱没写到瑞尔粉来冲洗的 你忘了 老天爷 难道我真的穿了一句满花时间 可我不记得自己画过一个叫绿罗的丫鬟啊 我 血条 还是空的 这家伙不是被我写死了吗 他怎么还活着 我 王爷 你家姑娘是因本王而少 让我来吧 给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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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接住他 真的不会晕倒 你要是敢来碰我 你就等着晕倒吧 果然 我和他接触 不会有事 怎么回事 他怎么没有晕倒 哼 我就不信了 王爷 小姐 小姐是让他有啥 不能这样 王爷 原来 他的孔女生还在 但对我没有反应 稳了就能回到现实了 你 奇怪 许泽宇怎么也出现了血条 还是满的 这里的许泽宇 真的为百姓付出了很多 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赶正事 你 不信了 伟贼 好 我就不相信了 你干什么 不管了 先亲了再说 不管了 先亲了再说 为什么还没有回到现实时间 是亲的时间不够 身度不够 还是天鹅度不够 当你得到许泽宇百分之百的真心 你手上的血条就会满直 届时再与许泽宇真心一稳 方能回到现实 规则就不能一次性见我了 你干什么 原来你是装睡啊 白姑娘深更半夜 鬼鬼随随其二半往房间 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迷路了 放迷烟可以帮你认路吗 我是想试试迷烟的效果 烟烟祸而已 烟什么祸呀 烟你啊 烟你啊 王爷 你说我们都是夫妻了 那我总得烟烟 那什么吧 白姑娘救命者 在下莫尺难忘 我会送你回白府 亲自向丞相打人之心 王爷 你要是送我回去 那别人该怎么看我呀 白姑娘言中了 是行事所逼 你才被赐予我冥魂 大婚那日拜堂之礼未成 这段姻缘就此做吧 这冥魂实属愚昧陋 本王已情之废除 今后女子都可免于被迫害 那可不行 我 我是真心喜欢王爷的 我已经仰慕王爷很久了 我愿意陪王爷一辈子 本王心中只有家国百姓 并无二女私情 怕是要辜负白姑娘一番心意了 王爷 王爷 王 王 王爷 属下不知道白姑娘在王爷的房间 我这 你们哥俩有事就先说吧 反正我和你家王爷 有的是时间 我先回房了 王爷 我们的人在城中最先楼 看到了一些穿着吉特的人出入 我怀疑跟上次的刺杀有关 白姑娘 我们就此别过 希望你得良人 我心中的良人 就只有王爷 本王病体之身 命数无常 白姑娘还是莫要开玩笑了 病体 你可是武力值超强的将军 我画得我最清楚了 那都是以前了 自从上一次受伤后 身体就大不如从前 恐怕时日也无多 难道这里所有的设定都跑偏了 送白姑娘回府 等一下 王爷 王爷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直拒绝我 那么不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 因为 我长得不好看 白姑娘的样貌 是好看的 只是本王 本王实在是 好啦 你不讨厌我就行 我会努力让你喜欢上我的 走吧 小心 谢谢 王爷 我方才看你伤痕无数 这是我受伤时 一一给我开的药 特别有效 你也试试吧 王爷 日后对自己好点吧 王爷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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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慢走啊 慢走 快走 小姐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昨天 听阿四说到最先龙 我猜王爷一定回来 快走 绿龙 你等会儿叫我说的去走 快走 快走 王爷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此处也被人清理干净了 走 你 快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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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在等王爷呀 白姑娘 为何知道本王会来自 刺客行刺乃是大事 我猜王爷一定会亲自来调查 而这醉仙楼又是城中要塞 人员交汇密集 所以我就过来查看了 这不是替王爷分忧吗 多谢白姑娘 本王自己处理就好 真是筋骨不让续眉啊 六弟 今日你怎么会在此 四哥 今日我约了几位朋友 在醉仙楼喝酒 四哥 要不要一起 姑娘 我乃六王爷 豫王许泽林 你也可以叫我老六 敢问姑娘方名 白又渴 白又渴 好名字 好名字 老六 对 好名字 姑娘懂我 好名字 敢问姑娘平日爱做些什么呀 我喜欢做画 画画啊 巧了 本王也爱做画 改日我们一起切磋一下 没问题 来来来 来来来 真开心 白姑娘 四哥 你平日就身体孱弱 今日又身体不舒服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 六弟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平日里喜爱做画呀 四哥不知 刚学会 刚学会 白姑娘 白姑娘 你还有伤在审 还是先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 我真的 我 我话还没说完啊 九弟 白姑娘 喝酒 王爷 看这颗山楠 你放很久了 到底为何呀 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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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我的大安人 好似回来了 王爷 选妃的事怎么样了 现在宫中各府正在举见诗灵小姐 待宫里整理完毕 再转交王府 好 只要想见府的小姐都见上一见 本王倒要看看 是谁在寄予这国防团 这是 谁呀 我女儿 去选妃 对啊 我连 参选的画像都准备好了 胡闹 如今朝廷上上下下 对那瑞养府那是虎视眈眈 那个地方 那龙滩虎穴 你好不容易逃过一斤 还想回家 可是阿姨 我就是真心喜欢他吧 你要是不让我去 我觉得我 我差不思半不想 那可跟思没什么了呀 太棒了 行行行行 这是你倒不中流啊 怪就怪阿姨 小时候惯你 阿姨 你最好了 我现在就去准备 谢谢阿姨 不是 女儿啊 女儿 许则宇 你是逃不出 把姑娘手掌心的 小姐每天盯着 胳膊笑什么呀 王爷 您看优客 今日有何不同呀 你要干嘛 你不是想让本王看看 你今日有何不同吗 那王爷 可看出什么了呀 一样的傻气 王爷 又可今日来府里选妃 要是选不上 那可真是没脸见人了 看在我替你挡一肩的份上 要不你放放水 你这是想走后门呢 对啊 你当真想入府为妃 那是当然 又可是真心对王爷 那王爷难道不相信吗 白姑娘 请自重 王爷 急事已到 我们可以出发了 那一会儿 就看白姑娘的精彩表现了 你想干什么 小妹妹 王妃之位 我势在必得 我看你年纪尚小 就别跟着趟这趟浑水了啊 快点回去吧 小心 我们要做一些新颖的 劲爆的动漫题材 你画的什么呀 能把握住当下的市场吗 还真是冤家路产 没事吧 没事 你是 白又克 白丞相的嫡女 久仰大名 不知姑娘时 我乃宁城郡守 乔家二小姐 太后娘娘的义女 乔双双 原来是一个 小小聚首的女儿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国的公主呢 那么嚣张罢猴 乔小姐 我看你生的花容月貌 心思却如此歹毒 这霸凌若小 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 那可是有损名声啊 我只是好意提醒她 既然她不领情 那就算了 小姐 这人看上去 不相擅长啊 别担心 她斗不过我的 我看了这么多公斗小说 这点把戏 公斗 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乔家小姐 不愧是天下第一才女 秦记竟如此高超 只怕这王妃之位啊 非她莫属了 不知白小姐 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才艺呢 乔姑娘对我可真是关心啊 秦妻说话我都不会 就不在这里先愁了 这秦妻说话是样样不通 我们以后可不能学的 好的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但王妃之位 我也不想让 姑娘们表演秦妻书画 而我曾与外邦人 学过一些戏法 今天就给大家露一首 大家去 上去 已会 等下 让我们tz宫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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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零零 地零零 超级变变变 这肯定是仙术啊 白姑娘肯定是得到了神仙的真传 是啊 这个啊 叫魔术 什么魔术 不过是江湖卖艺的小玩意儿吧 上不了太医 就是 神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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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花配英雄 又可姑娘 万王并非什么英雄 王爷您带领将士守卫江土 护佑百姓 在我心中您就是英雄 又可姑娘总是这么特别 总能做出一些把毛衣料之外的事 那我就当王爷是夸我喽 这不过是奇迹赢巧罢了 也好意思登台表演 这可是选妃 选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千金小姐 不是什么江湖卖艺的戏子 小桃 别胡说 国之根本 在于民 不论是走族小贩 还是戏子五娘 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你们之所以能站在这里 不只是靠你们的父母 还因为天下所有百姓 为这个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我 想不到又可姑娘竟有如此觉悟 白姑娘这番话 让小女子自愧不如 我明明说的是你的表演 你分明是抢足夺利 好了 肃静 今日选妃本王已心中有数 稍后会公布结果 王爷 我看这白家小姐 可真有意思 总是能出其不意 而且啊 她接近您的时候 您的孔女症居然没有发作 你们两个果真是天早地时的一对 嗯 我看她 也没有图谋不轨的意思 说不定是真的喜欢您 王爷 我看您要不就 睡觉该死 那王爷 今日的这些姑娘 今日 能够入住王府的候选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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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 凝成俊首之女 乔双双 等一下 同时入选的 还有宰相之女 白悠可 我反对 又可姑娘是我的 不能做你的妃子 是 是吗 对啊 对啊 那你怎么不问问她自己的意思呢 又可姑娘 你这等身份和容貌 岂能与他人共享夫君 我发誓 我愿一生一世 只有你一人 绝对不会辜负于你 感谢六王爷的谈 但感情这件事情 如人饮水 冷暖自制 还是要辜负王爷的喜欢了 好 好 好 有个姑娘 那这样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四哥了 岳王府随时欢迎你 许泽宇 你若敢对他有半点不好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 好 今日是王爷主动选择了又可 莫非 王爷是动真心了 又可姑娘才貌俱佳 若是让你落选 岂不有失公允 徐泽宇 我倒要看看你能抵抗多久 你到底怀着什么目的 一再悲剧 还要留在本王身边 来 讨厌的许泽宇 做老板讨厌 做王爷更加讨厌 祝華 画よ画得不错 这建设得不怎么样 接下来 在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保驾卫国 王爷你能不能不要总想着保驾卫国 我也希望 你能挨自己多一点 自己练吧 啊 做话也不过如此嘛 王爷 王爷 你家按照您的吩咐 给乔小姐和白小姐准备了房间 也同时准备了赏赐 但有一事 我不解 为什么给白小姐准备的 全部都是上等品 而乔小姐的却略逊一种 这个时间接近我的必然是为了国防图 如此安排是为了看看他们二人 是不是统一阵营 如果是 那必然不会计较这些小事 这狐妹子真的有两下子 王爷居然对她这么好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王爷对幼渴可可真是真心啊 幼渴以后一定好好侍奉王爷 王爷 麻烦乔姑娘保持距离 王爷这是嫌弃双双 本王感染风寒 并替陈科 把传染给乔姑娘 王爷就不怕 传染给幼渴妹妹吗 是啊 王爷 你可不能厚此薄彼 得一失同仁啊 白幼渴 你如今倒是想着把本王往外退了 怎么 到手了就不珍惜了 王爷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啊 这美人在侧 我怎可做那扫兴之人 白兽可 小姐 小姐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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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人啊 王爷 双双双把王爷撞死了 这么巧啊 白姑娘 也是来看望王爷的 这么好的机会 乔姑娘 怕是也不想放过吧 双双 我刚听不太明白白姑娘说的话 王爷身负重伤 我心怀愧疚 所以特意来探望 难道 白姑娘 还有别的意思呀 乔姑娘这眼睛 王爷没看到可真是可惜 嗯 王爷在休息 不见客 两位请回吧 那既然如此 就麻烦阿四侍卫 帮我转交给王爷 这是我给王爷炖的鸡汤 希望 他早日康复 好 白姑娘 你的也交给我吧 白姑娘 你 好狗不挡道 你没看见吗 王爷和我家姑娘正在培养感情呢 人家夫妻两口子的事 你在这儿当什么来路过 一边去 这 你今天要是非要过去 就从我身体上踩过去 这许泽宇的孔女症 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你可不能出事啊 我 看见之前的观察 白犹客和江双双二人极为不合 并非同一真的 知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是否相同 从不曾有人如此接近 关心我 白有可 满望真心希望 你不是为了过防徒来的 白小姐 您就不要再 王毅的床上都快放不下了 你不是说他在学坏话吗 我最擅长这些啊 我就想多画一点 希望王爷看到这些画 醒来的时候 那张紧绷的臭脸 也可以放松一点 这个大笨蛋 心里面就只有工作 难道就不知道自己 也是一个可以随便笑 可以随便说话的普通人吗 他想学作画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他难道不知道 我画画 其实也是为了得到他的认可吗 你需要得到我的认可吗 老板 王爷 虽然很奇怪 但还挺好看的 我是说你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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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是不是骂本王来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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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今天真是个吉日啊 小姐 要 我 给你 浇水吗 什么浇水啊 你 你 你在想什么呢 昨天许泽宇一晚上都在五湖打水 我们能发生什么 哦 这人心已经乱了 任务难道要完成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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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温可好 王爷 水温可好 他爱你 他爱你 是 我 你的 你 都在 你 对 你 那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王爷 冥冥之中 宿命 将我们绑定在了一起 可我怎样 才能得到王爷的一颗真心呢 有可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 自然可以 有可 有可 王爷 您没事吧 没事 噩梦而已 他对我的影响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大 阿四 是带行动提前的几万 王爷 你慢点 慢点 王爷 没事 看路啊 您身体不好 还非要喝这么多 今晚又要睡得不兴人事 慢点 王爷 抬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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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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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王爷 看来还真是罪得不轻 你 你跟他真的长得一模一样 明知道不可能 但这种暗恋的心动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 他 谁呀 也许让这份感情无稽而终 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安排 其实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还挺高兴的 但 也有很多不舍 不过你醉酒的样子倒是挺可爱的 安静 又乖巧 啊 白悠哥 你要还你了吧 跟他本王当替神 还敢对本王动手动脚 哎呀 我真的好想快点得到你的真心啊 快点快点 真是个灯徒女 心中有其他男人 还想得到我的真心 直线妄想 哎 算了 还是先为您喝清酒汤吧 要找个火折子呀 这 这火折子去哪儿了 阿斯啊 王爷 你等一会儿 阿斯应该马上就过来了 阿斯 你在这儿干嘛 你干嘛呀 还要渴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看你不舒服 所以想来照顾你 照顾我 你是真的照顾我 还是在透过我 思念故人呢 你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 这里不需要你 出去 不是 你先带着 行我走 你去献阁谁会喜欢你啊 你自己难受去吧 来 王爷 是属下不好 属下只想着警戒黑衣人逃出 却没能阻止白姑娘进来 那黑衣人怎么跑了 属下无能 属下听闻 乔小姐消失在房间 便前去查看虚实 结果 无碍 这次喝醉 白佑可借故进了我的房间 乔双双也莫名其妙地消失在她的房间 这些搅和 让本王无法消除对他们二人的疑心 那属下再去查 不要打造惊蛇 我自有办法 至少您再来啊 慢走啊 慢走 近日二位姑娘住在本王府上 本王多有照顾不周 但能得二位姑娘的体恤理解 本王甚是感激 敬二位姑娘一杯 这个许泽宇又抽什么疯 昨天把我赶出去 今天又约我吃饭 昨夜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 王爷 我来敬您一杯 前几日 不小心撞到了王爷 实在是不好意思 王爷 你可得少喝点呢 昨天喝得那么大醉 把我的手都抓疼了 王爷 那这杯我来喝 来王府多日 多谢王爷照顾 小你感激不尽 多是应该的 但本王还是照顾不周 不然 乔姑娘昨夜 为何那么晚 还要独自离开房间呢 不知道乔姑娘去了哪儿啊 本王府看官森业 一只娘都跑不出去 我都要听听 你一说女子跑去了哪儿 这家伙昨晚喝醉了 还能跟踪她 完了完了 许泽宇定然是怀疑我了 不怕王爷和白姑娘笑话 我这离家多日 每当月夜就被私父母 尤其是 昨夜又听到 王爷房间里有白姑娘的声响 我这心里就更为难过了 一个人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哭了一会儿 不过王爷放心 我已经好多了 我和乔姑娘一样 每到夜晚 就会想念自己的风 不过好在有王爷的陪伴 能让我心中 多一丝温暖 早上 来 都不认识了 然不认识我家人 既然两位姑娘 都思念家人了 正好 今夜灯会 不如本王带二位姑娘 去散散心如何 看来等一下是个机会 我必须要打消许泽宇 对我的怀疑 老板 多少钱一个 姑娘 这圈五文钱十个 姑娘 买几个不 老 王爷 好嘞 你喜欢哪个 我给你套 是 只要套住了 就给你拿走 对啊 你没玩过 哦 我自小九局深宫 整日 时间都花在学业跟正务上 未曾逛过灯会 也没有玩过这些 那今天 让我来带你弥补一下你失去的童年 我来 没关系 你来 你好厉害 小姐好厉害 好厉害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小姐 回来 小心 小双双 小姑娘 追 快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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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没事吧 乔姑娘受伤了 我先带她去找大夫 去吧 是 来 大灰王府 是 是 没事吧 说 是谁派你们来刺杀王爷的 可惜 就差一点 我就可以杀了你 上次的黑人 是不是也是你们的人 事又如何 主上大计将成 我等死不足夕 好 我成全你 你 许泽宇 你若再敢让白姑娘遇险 我定饶不了你 六弟是怎么知道 本王和又可姑娘遇刺的 这么大的事 满大街都传开了 四哥 要我说 你若是保护不了白姑娘 就趁早放手 拾去血 本王来保护她 你来保护她 六弟是不是忘了 从小到大 你这性子捅了多少娄子 又是谁在给你伤后 所以到底谁更需要保护 我 王爷 你们这是在 我们这是在交流感情 挺有意思的 白姑娘 又可姑娘是休息好了吗 若是闲门想出门 就告诉本王 本王陪你 四哥 我看你还是 趁早回屋休息吧 你说这大半夜的 要是再冒出个什么刺客 哪怕是猫猫狗狗 都能把我四哥吓得不轻 还要连累白姑娘你呢 许泽林 白姑娘 你叫我老六就行 老六 我想 你一定特别喜欢在海边散步 住在海边吧 你这管得也太宽了吧 都管到你四哥头上了 不 不是 白姑娘 你误会了 最近四哥这边事件频出 我是过来关心关心她 正好 白姑娘去我府上吧 我府上什么都有 你想吃什么玩什么 你想去哪儿都行 听闻白姑娘喜欢骑马射箭 我府里有一个好大的马场 一面全市上等的宝具 顺利稀有 任你选 我们现在去 既然大家都对骑马有兴致 不知六弟府上的马 跟本王的马相比如何呀 六弟啊 你也知道 四哥已经疏离战事很久了 那汗血拔马养在马举 无处深斩 实在委屈 既然白姑娘住在我府上 那她想骑马 自然是我来救 就不劳烦六弟了 四哥 你 就是 有四王爷教我 就算不是汗血宝马 只是一匹小毛驴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本王 完全遵循白姑娘的意愿 但是白姑娘 我四哥平时生活极为节俭 你要是缺什么 尽管跟我说 本王义不容辞 那 本王先行告退 不送啊 六弟 你 我 阿四 王爷 本王要的卷宗 怎么还没有给我送过来 什么卷宗 不送过来 我突然会困 先休息吧 王爷 什么卷宗啊 不要说了 我说什么呀 可是王爷 到底什么卷宗啊 什么卷宗 阿四 优优独 本王如此的善解仁义 我体贴你 照顾你 理解你 我不比那徐则玉强百贝吗 优优独 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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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